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核费的一个团体 我们来到高雄 是想要跟这边的朋友分享 其实台湾很多地方的人 在使用核电 并没有想到原来有核费料 核费料要放到哪里去这件事情 可是很遗憾 台湾的核费料 不管高阶低阶 现在不是在蓝宇嵌不出去 就是预计放在达仁乡南田村 台湾族的传统领域 不然就是高阶核费料 放在南澳乡泰雅族的传统领域 因此我们今天决定走出来 跟南部的朋友 一起来面对核费料的问题 我们相信唯有费核 才能够终结核费的问题 我今年入选台湾的百大青农 今天我站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在 1月份的29号 台电为了要宣传那个核费料悬殖场 说那个补助对我们会有多大帮助 他在我们土阪村的村办公处播放了这个影集 他播放了之后我看到里面的内容竟然出现了 我跟我一起在部落从事农业的青年 他叫兰保 我们我很惊讶 我非常生气 因为当初去年 相公所打电话跟我说 他们要做农产业的推广 广告 那我愿意配合 结果出现在 额废的宣导片里面 我非常愤怒 我回身辛辛苦苦种 种田 为的只是我们可以 吃到一个健康的食物 你要这个影片 让我的付出 全部都付出一句 废盒不趁长 废盒不趁长 毛岛变福岛 毛岛变福岛 不要再勇 不要再勇 下一个福岛 下一个福岛 飞和家圈 飞和家圈 啾啾啾 啾啾 把你的手举勾高 让你的手坚实地握在这条布条上面 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 非常有决心地 告述这个市政当局 我们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有机会 断开核电的锁链 断开锁链 飞和重生 断开锁链 飞和重生 一二三三 我们现在已经推倒在 不安的高墙 感觉不安的 跟我们跟着电风在一起的 传练 他就倒到地上 可是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的 就是要 家园重生 所以 我们现在有 教防产业关会 他们在高雄 有两个非营利幼儿园 包括五甲社区自治幼儿园 跟凤山自治幼儿园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家园 就是需要这种新生命 现在我们掌声鼓励来 欢迎这些小朋友的点充 家园重生 终结核电 终结核电 家园重生 家园重生 现在是地球公民 继续会的港度上到绿色 起来 各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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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郎孩子 平坚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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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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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电归零 核电归零 何能发电 何能发电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不倒世界 不倒世界 不能从严 核电 混为 麻烦 利已 崇广 尊 Invest 支撑荷重精 活塁 被达斗 核備料永久的墳墓 以後如果加上核四 大概會有100萬桶的低階核備料 都要礦到南田村去 我們今天是要跟高雄的朋友講 只要核電廠一直在運轉的話 就會製造核備料 這個核備料低階的300年 才會變成安全 高階的核備料也要20萬年 才會降到安全的背景值 可是我們的核電廠只能運轉40年 各位我們為了40年的用電需求 卻要製造那麼多的核備料 20萬年給我們的子子孫孫 我們要當這樣子的不像祖先嗎 我們這樣是負責任的用電政策嗎 終結核電 家園重生 好請大家通過終結核電 家園重生之本往前走 好 歡錄一下 好 好 往前走 好 我們要能夠奮力的喊出 我們所有往上街頭的群眾 在日本311補導核災事後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終結核電的學生從來沒有改變 我們要求台灣發展綠色經濟再生能源 我們要求台灣產業結構轉型 我們要求配合我們用我們的行動來出來 希望我們可以達到終結核電的目標 終結核電 家園重生 我是人 我反核 我要吃好料 不要核廢料 不要核廢料 我們要幸福 不要核廢料 不要核廢物 核一平靜 核二主義 核三觀察 核四民眾 核天歸零 台灣才行 核廢話 核廢uper 核一地方 核非常 核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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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 核廢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